我要来攻读上帝的话语 今天要读的经节是在 新约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第五位天使吹号 我就看见一颗心 从天上坠落到地上 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 他开了无底坑 就有烟从坑里往上冒 好像大火炉的烟 太阳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 有权柄赐给他们 好像地上的蝎子有权柄一样 他们奉命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各样绿色植物和各种树木 唯独可伤害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 但是不许蝗虫害死他们 只可使他们受痛苦五个月 这痛苦就像人被蝎子遮了的痛苦一样 在那些日子 人求死 却死不了 想死 死却避开他们 蝗虫的形状 好像预备上阵的战马一样 头上戴得好像金冠棉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他们胸前有夹 好像铁夹 又有翅膀的响声 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 他们有尾巴像蝎子 长着毒刺 尾巴上的毒刺 有能力伤害人五个月 他们有无底坑的死者 做他们的王 按着希伯来话 名叫亚巴顿 希腊话名叫亚波伦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 看哪 还有两样灾祸要来 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今天我们本行蔡牧师 要来讲到启示录系列第五号 好久没有讲启示录了 希望我们没有忘记 记不记得那个 记不记得我最后一次讲的 那个第八章最后一节经文是讲什么 记得的举手 就是上一次讲的最后一章 第八章的最后一节 有一只鹰跑出来 大叫说货灾货灾货灾 那表示说前面四个号所吹的 那个灾祸还不够重 后面还有三个号吹的是更大的灾祸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一个货灾 这个天使吹号代表另有一个货灾要来了 那我们回想一下过去的四个灾 到底是什么 那个四个号 天使吹的四个号 第一个是火包冰包降到地上来 第二个更大的不是火包 第三个整个星球都掉下来 那我今天早上在念那个email的时候才发现 美国现在要发展一个太空梭是要去抓这个星星 不要让它掉到地上来 那你知道最近那个苏尔有那个陨石掉下来 造成很大的伤害 美国也有 他们有点害怕 我们开始会以为圣经讲的都是假的 现在看起来好像有可能发生 甚至美国要花几百亿 要发展一个大的太空梭 就是要用个网子去把那些要掉到地上来的星星 小不然把它兜起来 要把它送到月亮 我不知道月亮如果有人的话 会说为什么送到我这边来 不送到北的地方去 那第四个号吹的时候是日月星都会黑暗 如果你注意看的话 这四个号所代表的灾害都是从天上来 第五个号不是从天上来 是从地底下来 是从无底坑来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 前四个号灾从天降 第五个号却是从无底坑来 那我们今天要知道 无底坑到底是什么地方 是什么 为什么不是从天上来 我们看一下一个短片 这是启示录第九章 了自 激 perquè语道真正的 闲人 第五个号 constaver 第六个号 collats зов出一身排 第五个号來 结束 第六个号还精金 第六个号 曙 Egyptians九对八方 口差谷培中登 第六个号 mash bird Luther found 祂分为一辈谷 祂发าย 祂我 their foreheadsand to themit was giventhat theyshould not kill thembut that theyshould betormentedfivemonthsand theirtormentwas as thetormentofa scorpionwhen hestrikeetha man and inthosedaysmenshallseek deathandshallnotfindethandshalldesiretodieanddeathshallfleefromthem andtheshapesofthelocustswerelikeuntohorsesprepareduntobattleandontheirheadswereasitwerecrownslikegoldandtheirfaceswereasthefacesofmenandtheyhadhairasthehairofwomenandtheirteithwereastheteithoflionsandtheyhadbreastplatesasasitwerebreastplates ofiron andthe soundoftheirwigswasasthesoundofchariots ofmanyhorsesrunningtobattleandthewith amendmentthe zabrel oui Speaker 5 Wish gearlegenεςandthereheshadh forgebenred mówethe And they had a king over them Which is the angel of the bottomless pit Whose name in the Hebrew tongue is Abaddon But in the Greek tongue hath his name Apollion One woe is past And behold, there come two woes more hereafter 好,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第一个灾 货灾 圣经说一个星从天上掉下来 记不记得前面那个四个灾里面 第三个灾也是一个星从天上掉下来 不过那个星是吹第三号的时候 那个叫做阴沉星 是很苦的一个星球掉下来 可是这个星呢 好像跟那个星不一样 这个是可以拿钥匙 可以开无底坑的星 所以不是一个星球 我把它称作是坠落的明星 好像我们说这个电影明星 它不是星星 它是一个人 它是一个很亮的星 它是一个天使 它从天上掉下来 可以钥匙给它 它可以打开钥匙 把关在无底坑的那些蝗虫 很奇怪的蝗虫 把它放出来 让人可以受苦五个月 那么这个天上掉下来的星呢 应该就是撒旦 那关于撒旦 圣经提到撒旦有好多的描述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 它是从天上坠落的星星 学者有的把它当作路西佛 路西佛是英文翻译圣经 KJV翻译的时候 把拉丁文的音直接译过来 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明亮的星星 这个明亮的星星呢 根据以赛亚书说 它掉下来的 明亮的星早晨之指 你合径从天坠落 耶稣也对他的学生说 他看见撒旦 好像闪电从天坠落一样 那么这个从天上坠落的明星 这个本来很亮的星呢 如果我们相信它是撒旦的话 它的名字又叫别西佛 翻译起来就是魔鬼王 那这个别西佛 这个别西佛呢 第一次出现是在旧约 把他翻出来就是苍蝇王 所以有画家就把他画得一只苍蝇 很凶的苍蝇这样 在旧约列王下 第一章第二节提到 亚哈的儿子亚哈谢 有一天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 就生病了 然后没有去祷告耶和华 他找人家去问 以格伦的神叫巴利西佛 这是第一次出现他的名字 巴利西佛在旧约 亚哈以后的时代呢 是一个地方的神而已 以格伦的一个神名 可是到耶稣的时候 耶稣把这个称作是魔鬼王 法利塞人看耶稣赶鬼 什么都赶得很成功 所以法利塞人说这个人赶鬼 不会是告的鬼王 所以别西佛有长大了 他现在到新约内 他是鬼王的名字 第二个我们看在创世纪 这只撒旦呢 他是以可爱的蛇出现 一种无辜 很可爱 还带着一个苹果 来引诱夏娃犯罪 所以他是一个tempter 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试探者 让人可以离开神的诫命 照他的话去做 我们说蛇用诡诈 诱惑了夏娃 这个蛇一样在耶稣 到世上来的时候 也是扮演试探者的角色 要来试探耶稣基督 他装可爱 他给甜头 这是撒旦的 在创世纪给我们看到的角色 当你陷入撒旦的诱惑以后 撒旦马上摇身一变 变成检察官 他说你做错事情了 你该死了 撒旦的另外一个角色 是一个控告者 accuser 这个在我们圣经的专有名词 叫debolo diabolos diabolos就是 现在我们叫devil 魔鬼 魔鬼这个意思就是 他是一个控告者 他再也不是一个可爱的引诱者 他变成一个很凶狠的控告者 但是至少他还是扮演一个公正的角色 他说你做错了 你该死了 你要被处罚了 约伯记看到撒旦在耶和瓦面前 就是控告约伯说 你把他保护得那么好 所以他乖乖的嘛 不然你不保护他看怎么样 他一定对你不好 他在神面前控告 在启示录十二章说 那个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这是diabolos devil 他是控告者 他一直跟神作对的 他是一个敌对者 adversary 这个敌对者就是撒旦这个字的意思 所以撒旦在圣经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他有不同的角色的扮演 约伯雅大祭司站在耶和瓦面前 撒旦站在他的右边 跟他作对 保罗想要去传无音 但是撒旦就阻挡他 所以撒旦是一个敌对者 跟神作对的 最后一个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他甚至不只作对 他最后是要来毁灭我们 他是一个毁灭者 这个毁灭者呢 希伯来文就叫亚巴顿 希腊文就叫亚波伦 在旧约第一个出现的是出埃及记12章23节 那时候耶和华要救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 最后一个灾 那圣经说这个灭命的 这个就是阿巴顿 阿巴顿 所以他是摧毁人类的生命 可是他是神的仆人 撒旦还是神的仆人 他要最后他是来摧毁人的生命 仇敌魔鬼是要寻找可吞出的人 这个就是要摧毁的 好 那接下来这个天上坠下来的星 给他一把钥匙 这个钥匙呢 把无底坑打开了以后 无底坑飞出来的是 蝗虫 但是不是我们知道的超妹案 那种蝗虫 是很可怕的 那这是我画的图 因为我在网路上找了半天 找不到一张图 可以把它都表现出来 所以我画了大概半天 拼凑这张图 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印象 到底这只可怕的蝗虫 从无底坑出来 它是什么样子 它是蝗虫没有错 可是它的形状很特别 它的后腿好像那个战马 跑起来声音很大 像马一样 那头呢 是戴着金桂冠 我们中文换成冠冠 你会以为是王冠 其实它不是王冠 它不是Diadima 它是那个Stefanos 我已经讲过 有两种冠冕 它是桂冠 就是禁忌得胜的人戴着冠冕 它的脸好像人的脸 中文圣经翻成男人的脸 这个有点问题 因为那个字不是男人 那个字是人 就是像人的脸 但是头发是像女人的头发 是没有错 然后呢 它的牙齿 打开像狮子的牙齿 所以如果你看一个姊妹很漂亮 一打开像狮子牙齿 我想你也吓坏了 然后它的胸带着铁甲 换句话讲 这是刀枪不入的 你没有办法杀死它的 然后它有翅膀 那个蝗虫的翅膀 声音飞起来很可怕 好像马战车要上阵一样 很大声的 最后最可怕的是它的尾巴 它是一个蝗虫 可是它尾巴是蝎子的尾巴 有一个毒钩 它不会让你死 可是会让你痛了五个月 痛到想死又死不了 这是这个整个故事描述 关于这个从 无底坑挥出来的蝗虫 是这个样子 它跑的声音像战马的声音 来势汹汹 约尔记也这样讲 然后它是带金冠冕 这个是从古希腊 它的那个竞技场 在竞技场得胜的人 就可以带这个桂冠 所以它是到哪里都得胜 这个希腊文是Stefanos 并不是Diadema Diadema是国王带的冠冕 Stefanos是得胜者带的冠冕 在这里是提到 它是得胜者 它并没有权柄 可是它战胜 启示录六章第二节 那个白马 它是有桂冠 那个也是冠冕 也是不是Diadema 也是Stefanos 主要的它的角色是胜了又胜 所以你跟它敌对你是输的 因为它是得胜者 它有人的脸 有人说很聪明 所以我去查一下 到底是男人聪明还是女人聪明 后来查一下是人聪明 所以就不会有那个 说男的比较聪明 女的比较漂亮 女的的是头发好看 最近听说美国总统讲的一句 那个检察官一句话 还要跟他道歉 因为他就说 他是最漂亮的检察官 有人就说 你这个有敬北歧视 所以我本来以为圣经是写男人 后来去查好像不是 是翻中文的人 后面那个头发是女人 所以就把前面这个翻成男人 其实他是人 如果这个代表智慧聪明的话 这次蝗虫是很智慧聪明的 然后他是很迷人的 因为女人会让男人昏倒的其中一个就是头发 所以外面看他的头发是非常的让人心动 很迷人的 你看那个雅歌 讲的也是他的头发是怎么怎么 很漂亮的 可是嘴巴不能打开 一打开你就吓死了 因为 他满头秀滑 可是打开都是狮子 那个犬齿长得特别利 你会吓坏 给他一咬 你大概就是全身伤痕 很难愈合 约尔这里也提到 那个蝗虫 他的牙齿 好像狮子的牙齿 大牙好像母狮的大牙一样 这是很可怕的 然后他胸前穿着铁甲 就好像以前的战士一样 就是刀枪不入的 你没有办法杀死他的 就好像费力士人穿那个大铁甲 所以大卫王赢他 不是靠打他的胸部 是靠一个小石头打他的额头 因为他全身都保护得很好 然后他跑的声音 好像马车上阵的声音 大家怕的会 听到会很害怕的 最后他伤人的力气 是在他的尾巴 他有蝎子一样的尾巴 一次下去你就很痛 痛了五个月 那所罗门王 过世以后他的儿子登基 然后老百姓说 你的爸爸给我们睡太重 压力太大 是不是减轻一点 结果他去请教年轻的小伙子 他们给他建议说 不要 你要用强狠的话 讲这个叫做 星光上刃三把火 他的答案里面就提到这个蝎子 他说 我爸爸用鞭子 我要用蝎子鞭 意思就是说 蝎子的尾巴装在鞭上面 打下去是很痛很痛 非常的痛 因为那个有毒啊 最后他有一个王带领他们 有人说这个亚伯仑不是撒旦 可是我认为可能是 这个神学上有正义 那如果亚伯仑一来 就是他要摧毁你 因为他的名字就是摧毁者 是灭亡者 刚才讲过 希伯来叫亚巴顿 那希腊话就叫亚伯仑 这是同样的意思 好 今天我们有一些 属灵的功课可以学习 那第一个是 撒旦是很厉害 这些蝗虫很厉害 可是他是在上帝的掌控下面的 那上帝给撒旦两个命令 第一个是delegation 授权 第二个是limitation 设限 那我记得在讲 启示录的时候 讲到一个东西 就是七个天使 是有喇叭给他们 这个叫做被动 他们接受喇叭 那喇叭是谁给他们 那学者 应该是上帝给他们 他们把这个称作 divine passive 在今天启示录第九章 我们看到好多个divine passive 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 所以给这个 罪落星的钥匙的是 耶和华 那蝗虫是上帝把能力赐给他 是耶和华把能力赐给这些蝗虫 但是给他一个限制 就是不可以伤害绿色的植物 蝗虫本来就是专门吃绿色的植物 可是这只蝗虫不一样 它是指伤人的 不伤 就给他限制 那伤人也是 只可以伤某些人 就是头耳没有耶和华印记的 记不记得在第八章我们提到 就是要帮神的仆人盖印记 就只有没有印记的 所以给他设限 另外呢也不能把他们弄死 只能让他们痛 而且不能一直痛下去 只能痛五个月 所以很清楚 在这里就是有 神给他们授权 但是也给他们设限 记不记得约伯受苦难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情形 你约伯表现得太好 约伯就称赞他 撒旦不服气 就控告约伯 然后约伯就说 OK 你可以毁他一切所有的 但是你不能碰他的身体 所以在这里有授权 也有设限 后来撒旦就这样攻击约伯 但是约伯还是坚持 敬畏约伯远离二世 所以约伯就说 你看看他所有的 你都把他弄走了 可是他还是那么好 撒旦说 可是你叫我不能碰他的身体 所以他才那么好 你让我碰他的身体看看 结果上帝甚至授权 说好 你可以碰他的身体 但是不能把他弄死 让他的命要活着 所以看起来 耶和华对撒旦有授权 但是也有设限 好 那无底坑 我现在要解释无底坑 关于这个地狱 阴间 这个无底坑 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那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我自己的了解 魔鬼最怕无底坑 因为无底坑是观 魔鬼的地方 或是鬼魔的地方 Demon 记不记得 耶稣曾经赶一个鬼户的 在弧幕旁边 有没有 他赶鬼的时候 那些鬼跟耶稣有一些对话 然后鬼就跟耶稣说 你把我们赶去哪里都可以 让你赶没关系 但是千万不要把我赶下无底坑 所以在那里就看到 这个魔鬼怕无底坑 无底坑是上帝要把他们绑在那边 处罚他们的地方 那他说 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要叫我们受苦吗 然后不要到无底坑 所以无底坑是鬼魔的地方 所以刚才说 那个坠落的心给他钥匙 把无底坑一打开 就是被关在里面 记不记得那个烟就出来了 还有火 好像倒火的烟 所以在那边受苦的那些鬼 都跑出来了 然后神容许他们 来让世上的人受苦五个月 所以无底坑是 超自然的堕落的天使 被关在那边受惩罚的地方 这个不是永远的 这个是暂时的 因为有一天还会把它放出来 所以这个无底坑呢 希腊文叫Abusos 英文翻译Abis 就是一个看不到底的一个坑 有人说是在地球的中心 有人说背着地方 但是这是圣经描述 这些灵界 堕落的灵界 上帝把它关在那边的地方 那么我们说阴间呢 阴间是死掉的人的灵魂 暂时休息的地方 所以阴间跟无底坑不一样 阴间呢叫Shell 这个Shell 英文翻译Hait 那这里面 我的了解是有两个房间 一个是冷气房 一个是没有冷气房 你记得吗 那当然如果你很穷的话 而且还是坚持信耶和华 将来是到冷气房 如果你很有钱 不照顾穷人的话 将来是会到那个没有冷气的 会很热 所以阴间好像有两个不同的房间 最后讲到火湖 这个希腊文叫Gahenna Gahenna's Lake of Fire 这个是阴间的灵魂 跟无底坑的这些鬼 后来都会再出来 然后被神的白色大宝咒审判以后 最后就放到火湖 火湖是永远的 那阴间跟无底坑是暂时的 那么那个无底坑呢 上面看出来 冒出来的是火跟烟 火跟烟代表的是神的审判 神的愤怒 看这个启示录第九章第二节说 无底坑一打开有烟 好像火的烟 所以火跟烟 是无底坑里面的描述 记不记得那个创世纪 索多玛 俄摩拉 他被神毁灭的时候 是从天上降下火来 然后那个 亚伯拉罕呢 早上一看呢 烟气上腾 好像烧摇的一样 所以烟跟火 代表神的愤怒 跟神的审判 诗篇十八篇第八节说 从他的鼻孔冒烟 从他的口中花火浑烧 连探也着了 那这个代表 这是神的一个审判 再来就是 痛可是要死却死不掉 这是很痛 现在全世界的医疗界已经接受 就是当一个人 癌症的末期 很痛的时候 应该可以 不要一直救他 让他可以 不要这么痛 然后让他平安地离开世界 这个大家知道叫Hospice 现在是全世界都接受这个 以前不是医生想尽办法 就是要救命 痛是你要忍耐 现在是说可以接受 不让他拉长受苦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 医学这样的进步 代表那个痛 但是又死不了那种痛 是很难过 很痛的时候 我们会以为说 死了就不痛 但是在这里提到的是 不让他死 有人会说 这个很残忍 可是最后我发现 在启示录九章十九节 不是残忍 因为神要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但是他们不悔改 这是他们的决定 让他们受苦五个月 有一个有限度的 然后很痛 痛得想死又死不了 圣经有几个人 一个是约伯 他被撒旦欺负得很厉害的时候 他觉得生不如死 他就说 切忘死却不得死 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 记不记得有一个先知也是这样 他不是痛 他是被太阳晒得很不高兴 然后他又觉得他很没面子 因为耶和瓦叫他去跟人家说 明天耶和瓦要把你们毁掉 结果他们就痛哭流涕 耶和瓦就后悔了 那他又觉得我算什么吗 我不讲你要逼我去讲 还用一条雨把我弄回来 然后我去讲了 你又不照你说的做 所以他就很生气 然后坐在那边 看这个城会不会被耶和瓦烧掉 耶和瓦没有 那神就让一棵树遮他 然后又让那棵树死掉 他就更生气 他说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我想他是心里的痛苦 这是先知约拿 他在必麻下面 要求死 另外一个先知是以利亚 他未曾大发热心 结果被皇后威胁 他就也是跑到树下 所以先知要求死 好像都跑到树下 是不同的树 但是很痛 不管是内心的痛 还是怎么样 就觉得说不如死掉算 再来最后我要讲这个 管教承治 跟最后的审判 是两件事情 你看启示录第九章二十节 这是下一次我要讲的 就是第六个灾的时候 圣经说 上帝给他们第五号的灾 第六号的灾 可是上帝不想毁灭他们 上帝是想让他们有机会悔改 可是很遗憾的是 那些人仍旧不悔改 这个仍旧不悔改 有一点耶和华在那边说 你们怎么不悔改 我已经给你们处罚到这个样子了 就好像父母 当孩子做不对的时候 会给他一些痛苦 会给他处罚 其实目的不是要让他受伤 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改过 所以我的感觉是第五号背后 还是有神的恩典在那边 岳伯纪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 神诚挚的人有福 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 启示录三章十九节也这样说 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 所以要悔改 不能悔改就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 我们叫白色大宝座 在那里神就不期待 也不等待你悔改 在那个之前 包括启示录我们所讲 一切的大灾难 其实神还有一个恩典在那边 他希望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 可以悔改 所以我认为圣经当中 有两个惩戒 一个是恩慈的惩戒 一个是公义的惩戒 恩慈的惩戒 是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悔改 你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 第五节这样说 不要藐视神丰富的恩慈 宽容忍耐 他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 我们竟然认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继续愤怒 神震怒显出他公义的审判 所以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是恩慈的惩戒 一个是公义的审判 神给我们受苦 目的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回头 如果我们坚持不回头 到最后神就用公义的审判 那个时候悔改就没有了 恩慈的惩戒 是一个管教要我们悔改 公义的审判 是最终神的公义会彰显 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看到 启示录所讲的第五号 天使因为骄傲叛逆 从天上坠落 我们人也常常因为骄傲叛逆 就离开你 神你让我们受到惩治 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悔改 可是我们常常也是坚持自己的所行 坚持自己的所事 而不知道悔改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遇到痛苦的时候 我们知道还行 我们知道悔改 可以归向你 不要像启示录所说的 这些人神给他痛苦五个月 他们还是坚持不悔改 我们这样跟你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上回应的诗歌 主我要归家 我们站起来好吗 一起来 从前流浪 愿离天土 我竟要归家 常年有当罪恶道路 主我要归家 要归家 要归家 不要再归家 不要再留浪 是被天父伸开双手 主我要归家 昨年学度宝贵光阴 如今要归家 我今要归家 我今要归流泪 主我要归家 你不追踪 我今要归流泪 我今要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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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留浪 是被天父伸开双手 主我要归家 心灵病痛满怀忧伤 我真要归家 赐我力量给我盼望 祝我要归家 要归家 要归家 不要再流浪 慈悲天不省开双手 祝我要归家 我们有几分钟祷告 我不知道神有没有让你感受到 你目前所做的是不少讨神喜悦的 或许你正到一些挫折或困难 你跟神说我要回来 我要悔改 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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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说祢所爱的 祢必管教 当我们远离祢 当我们犯错的时候 求主祢管教我们 求主祢也帮助我们 有一个柔软的心 愿意悔改 我们看到启示录 就算到了世界末日 祢已经开始 显出祢的审判的时候 祢还是在等待人的悔改 谢谢主祢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帮助我们可以悔改归向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坐 请我们与奉献来回应神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四歌 能闻过危机丘尘 前尘奉行我才能 能随主我命还十佣 请坐 接下来我要报告 首先是4月12号 4月12号礼拜五晚上七点半 在五楼的礼拜堂 我们有一个别是亲人的追思会 别是亲人的追思会 那如果要参与追思会的兄姐 请将过世亲属的照片 在4月7号之前能够提供给办公室 那照片不要超过五张 能够注明他的姓名 照片的内容跟拍摄的时间 以及想呈现的文案给办公室 所以我们可以集结整合在一起 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 我们一起在追思会中悼念我们的先人 第二点是 拓子事工的祷告会 上个礼拜我们的君佑传道 有为我们详细的解说 目前我们拓子事工的一个地点 在南港 以及他的一些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要为了这样一个拓子教会的事工 来祷告 来祷告 那么我们的时间呢 是在每个主日上午9点到9点半 在六楼6F05的地方 为拓子事工的祷告 请你有感动的弟兄姐妹 能够来参与 第三点是 我们为在一楼大庭 我们有招待志工的培训 我们的教会 如果说你平常有来教会的话 你会发现 偶尔就是有人 会进来想要参观一下我们的教会 那我们想说 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但难得当有人走进我们的教会的时候 不只是参观我们的一个建筑物而已 希望我们能够有一点接待 那这个接待除了介绍教会的一些历史 或是我们的建筑物 我们还有礼仪还有演练 还有AED的使用训练 紧急事件的处理等等 实在是欢迎有志的弟兄姐妹 能够来参加这样一个培训 下下礼拜 我们的士工委员会 就纷纷地要召开 一些他们各委员会的士工的会议 那这里面有提到四个委员会 那会务委员会也是在4月14号 会务委员会也是在4月14号的下午一点半 那么教室我们会另行通知 其他的请我们来看 那今天开始在一楼接待处会发放去年2012年的奉献证明 请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主动前往去领取 按照以往的经验 这个奉献证明要发好久好久 还发不完 那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主动去领取2012年的奉献证明 这样的话你就报税上面就可以用得到了 好 这是我的一些报告 那接下来我要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新朋友 我们今天有一位 我手上有一位新朋友 叫做Fran Bell姐妹 她是黄上丽 黄上 两位 两位 Fran Bell跟黄上丽 我们非常欢迎他们 非常欢迎他们 好像还没有信主 来看看我们的教会 我们非常地欢迎 还有一位受洗 好 非常欢迎你们 不知道我们当中还有第一次来礼拜的弟兄姐妹吗 我们很高兴能够跟你认识 那我们中午11点半开始 我们有在B1有爱餐 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 非常欢迎你来参加 来参加一起享用我们的爱餐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跟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一起做个平安礼 好 我们接着要送赞 圣诗 圣诗第五百一诗首 赞美天上主宰 送赞完后我们请牧师祝导 保护万民 古典万民既既 同心赞美上帝 赞美三位一体 父子圣灵 阿们 我们领受祝福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典 圣灵的感动交通 常与我们同在 好让我们患错了 能够及时悔改 从现在起 耶稣基督再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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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师妹请坐 末导 需要的胸结聚后 可以留步 同工愿意跟你一起 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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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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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